逃牛做潮汕 先切 先牛 吃住火鍋 好的 他這邊肉品都是先切的 喜歡吃肉品的可以來考慮這間店 這邊也有很多 這邊是手品區 非常多的好吃的東西 手品的 基本上可能這個肉餐比較有興趣 OK 這是牛肉 非常的不錯 這邊還有烤 等一下會出來我知道 這些都是營養烤的肉餐 這個是 煉叉 煉子 這個小米粥 這個呢 這個我知道 白木耳 還有櫃子 櫃圓 這邊是火鍋餅 火鍋餅 看到的 牛雞丸 會彈牙的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牛眼睛喔 就像在進門吃的那個 這個是魚片 魚片 墨魚片 OK 飲料非常多種 不過是康師傅的 不推薦 這邊 有豆乎乳薰料 一些老乾媽 因為他都有 他終於看到沙茶醬 本來今天還要在窩 結果沒有 那其他的這些 可能做白糖 老乾媽都有 這邊也有一些 海鮮類的 也蠻多的 可以考慮 真的不錯 還有 小蝦子 這些 火鍋餅 另外還有水果 水果的部分 就路透影片當中的 生子 火龍果 哈密瓜 還有西瓜 小番茄 喔 這邊還有啤酒 等一下拍啤酒給各位看 那這邊有 哈爾濱的啤酒 那水瓶都有 不過 銀瓶那邊都是康師傅的 全部都是康師傅的 所以說我放棄銀瓶 哈爾濱 哈爾濱啤酒 那今天晚上就喝 哈爾濱啤酒 要不然就是 這邊還有百事 我的最愛 可樂 我家還有 什麼鮮果汁 咖啡 酸奶飲品 那當然也有的開水囉 好的 現在看到的是甜品 飯後甜品的部分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兩個人一百多塊的銀幣 一百六十幾 在網路上購買 非常的划算 好啦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要來準備拿東西 來吃火鍋 吃牛肉 最主要推薦各位 他們這邊網路上說最好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他們叫釣龍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就如同在台灣 那個 台灣啊 基本上在吃那個蒜牛肉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先拿兩盤 OK 先回到位子上去 好的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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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先拿兩盤 好的 這是湯底 我們呢 用了 典惠的湯底 因為他其他的湯底還要加 但是我們覺得用 這種 清湯來算 味道最好 所以說不加醬 OK 好的 大家好 第一盤 看好了 我用的醬呢 是他這邊的蒜牛 外加 那個 一點點他這邊叫蠔油 那還加了一點白糖 那拌一拌 之後我吃吃看 看他這個 肉的感覺 可以 喜歡吃肉的可以 喜歡吃牛肉的 可以 所以OK 他這個牛肉吃起來 沒有 那個牛的本身那種 腥味 我不會 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那個切齁 因為它是用乳頭 算是雞翼切 並不是很完善的那個 肉啊 照台南那種照 它我一定慢慢切 我等會去看看 它這切很完 因為它隨時都在切 我們還以為要定位 結果來的時候不用定位 我喜歡吃牛肉 喜歡吃牛肉真的來真的OK 用餐時間多久 一百二十分鐘 用餐時間兩個小時一百二十分鐘 你要嗎 滑蛋 滑蛋 牛肉 那個 肉呢 可能會比較OK 它加了一顆蛋嗎 蛋黃 蛋黃 在上面 加它切得很棒 嗯 滑蛋牛肉切得比較好吃 好吃 吃好 感覺還OK 價格不高 素不高在當地也蠻高 這餐比我們昨天在吃的值得很高 還不錯 可以吃喔 喜歡吃肉,純粹吃肉可以來吃 不要吃太快,吃太快等我做什麼,快就飽了 然後杯子可以亂 就這樣,因為又沒有冰塊 不好意思,這個杯子用不到 為什麼?它沒有冰塊 我只能這樣喝 哈爾冰啤酒 喝的 乾 金麥芽 也蠻順口的 因為我是有第一次喝到哈爾冰啤酒 你喝過喔,東北的時候喝過 有嗎?我都沒一下 去東北的時候有喝到 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多器材可以拍影片 去過東北 去過西部 那個 尤其鄭州啊 西安啊 南州啊 那一帶 再往過去那邊還沒有去 有機會再去 如果 看影片的 有內地的方向好朋友 可以推薦我去 如果到新疆 去哪邊 再告訴我 我最主要喜歡吃美食 還有 稍微的走走路看自然風光 那 至於什麼 什麼 那個 像今天去那個書店我就不想進去 說不上來那種感覺 反正那個我比較沒興趣 至於博物館我就不想還有一點興趣 先吃 等我再聊 這邊它可以帶酒水 帶了一小瓶的白雲邊 便宜的 現在的上面只能喝便宜的 雖然今天的股市還不錯 可是呢 上面上還有一些股票是可以 不想說了 加上 今天 聽到台灣一個新聞啊 說 有些人如果 有罵內地的 過進香港 要小心 為什麼要罵人家 人家明明是好 幹嘛去罵人家 搞不懂 喝酒 請問 喔我一個朋友 那個茶醫治理老闆 我決定帶這個便宜的酒送你 小小一瓶夠你喝 白雲邊真的很好喝 我可能會 看一個人可以帶幾瓶 我就帶幾瓶 我決定這次回去要帶白雲邊 好喝 順口 最佳你最佳問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喝白雲邊就是蠻順的 不是我在幫酒商打廣告 大陸有些酒不見得說要花很多錢 你說 我記得去年 到平鄉有喝到建南村 跟池子啊 兩個人喝掉一瓶 那個建南村 而且那個 紙箱子 他那個酒精放到那紙箱子都爛了 放到那個 標籤也都快壞掉了 應該放很久 感覺跟這個一樣 是吧 唯一 卡成缺點 因為他用那個美奈琪的杯子 這種杯子呢 我怕那個高度酒會紅 沒有辦法 沒有 你知道的不多 這也是美奈琪的 所以我就 早知道自己帶一個小杯子 好啦我們算一下牛肉看看 看算牛肉什麼算 調到鍋子 好 那個 那個 這個糖 汁 沒有的 這個牛肉呢 因為我生食手指我會困到 推下去 算一下 稍微的顏色有變 不會拍到你 放心不會拍到你 真的沒有拍到你 好啦這樣就好了 那個吃牛肉 我們台灣難不能吃牛肉的方式 大概就是這種方式 放到盤子上 再等會用沾醬 我自己調的沾醬 就可以享受美食 而且要趁熱 上來 轉過來看我自己 好的 這個 這個 工作人員 你只要有空盤 他馬上就收走 服務到位 只能用服務到位來行 好啦 吃吃看 這個醬料裡面 因為 我們在菜場會加米酒 這邊沒有 我只能用 白雲邊 來做替代 好吃 剛剛那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我拿這種動作是水瑜 溫體的 但是 不知道是因為 他切工還怎樣 這樣沒有拍 那就記錯了嗎 好 不過對我而言 還滿足 原先樣他沒有來到大陸之前 就曾經研究過這家店 當年 當然一家店 他在經營 褒貶不一 可是 對於 來自台灣的我 跟這家店 我們剛才吃了一點 他的沒有肉 覺得還好 而且 我知道 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就覺得 他牛肉總會讓我變 所以我有很大的疑惑 不管他那麼多 反正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喝點 看一邊 這酒精濃度нения 五十三PL 放心啦 我在這邊沒有開車 沒有洗車 不會有酒駕問題 這就是來到那裡 旅遊最好的一點 我們剛剛雖然住在這附片 我們還是坐轎車過來 因為今天走了很多路 坐個租租車的話多少 最佳租租車的時候也不知道 可能幾塊吧,四五塊錢人民幣 八塊五 這時間點是可能會加價 坐了八塊五 八塊五折台幣多少 也四十來塊 四十幾塊 等一下八塊五折台幣多少 四十塊左右 在這邊坐出租車就是便宜 我們今天坐一個十三公里 付了十幾塊人民幣 不過話說回來 這次我 來大陸這邊的感覺就是 物價漲很多 有跟人家聊天啊 他們就說他們對租工資都已經漲那麼多了 這樣東西都會漲 我都跟你講他們現在雞蛋 土雞蛋現在已經十幾塊了 對啊 已經不是人民幣十幾塊 不是台幣十幾塊 有點跳脫了 試吃 吃一下西瓜 西瓜 你看 今天小孩 逛完之後 去一些景點之後 回到 這附近的時候 剛剛去逛了 他們的Super Market 生鮮超市窩窩馬 我覺得 窩窩馬的東西 物價也上來 所以要到大陸旅遊的好朋友 趕快趁機 在大陸走走 要不然下次來 不知道物價又藏到哪邊去 其實目前 我大概 他的肉我已經吃了很多 對於來自台灣的 我跟最佳的物價 我們覺得OK 在台南最習慣吃牛肉湯 現在一碗牛肉湯都將近 一百多兩百 非常的好吃 加一點湯 謝謝 服務人員隨時會看你那個湯 因為他隨時在滾 湯不夠他馬上就加 速度很快 剛進來的時候 我說我要來拍店 要介紹他們家這間店 櫃台人員還問我說 是他們老闆找人家來 我們這家女子友跟他說不是 純粹就是拍拍影片 介紹美食 我相信 看我影片的應該是蠻多人知道 我去過大陸 一些地方有介紹美食 前天哪 前天還有一個 應該是有訂閱我的 住在上海的好朋友 他有 就是 第一個留言 就留言說 第一個留言 說我在湖州 那 也感謝 也感謝他 那個 留言 我也回他的留言 因為我 湖州也是 稍微的路過一下 就跟那次一樣 做高鐵經過一樣 湖州 確實不錯 有機會到湖州也要講 午餐 那我來到長沙 我們每天晚上都安排一個位置 找個好吃的東西吃 找一個 今天中午可以沒吃飯 為什麼 因為早上在飯店 住的飯店 酒店 他的早餐還不錯 吃了一大碗 粉 因為早餐說一定要縮個粉 就是 常常人的習慣 那一碗 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搞了兩個雞蛋 搞了一大碗 所以說 中午就可以沒吃 中午吃了一包 台灣的小的科學麵 外加吃了兩塊 那個巧克力 大概就這樣 逛一逛 然後到溫和遊那邊走一走 逛逛也沒有在那邊用餐 在那邊吃了一個 喝什麼 八八 啊 糖油八八 年長了 有點年紀了 有時候記憶力不是上去 請大家見諒 好啦 不要那麼多 還是繼續混戰 繼續吃 這邊用餐時間是 120分鐘 兩個小時 我相信一般 吃素餐跟我一樣 一個小時30分鐘 大概就一次 繼續混戰 我又回來了 剛剛沒有錄的部分 我大概在這邊吃了50盤 相比相信 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沒有 節日目前我大概吃5盤 這是第5盤的肉 剛剛去拿肉的時候 有跟他聊 問他這邊有沒有牛眼睛 記得我在金門吃了牛眼睛 排不住 在哪家 在源頭 源頭老闆 我幫你拍空格喔 真的在源頭吃到牛眼睛 我們台灣到金門的時候 有都是吃牛 我拿一個特別的東西 現在在裡面煮 有聽過牛頭排吧 這跟牛頭排一點關係都沒有關係 牛頭皮 在台灣嘗試滷豬頭皮 但是這個是牛頭皮 我吃給各位看看 牛頭皮 他那邊有 我不敢吃 就跟工作人員說 我拿一小塊來煮煮看 他說好 他們工作人員都還不錯 真的 人很好 牛頭皮吃起來QQ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嗯 但是還有在嚼 今天走了一萬多步的路 還可以啊 嗯 內地人真的超會走路的 真的我覺得 他們的腳趁又快 我們都是慢慢的散步 又在又在人 再喝一口 他有冰啤酒 其實這邊齁 我對他們店的感覺就是 你不放不忙 我對他們店的感覺就是 三四個好友齁 都這種店就是一鍋烘鍋 放一點吃一點,喝著小酒聊聊天 兩個小時,絕對不操所謂 我也很好奇,為什麼沒有看到旅遊團到這種店用餐 我在張家街看到旅遊團去哪邊 就去我們吃的15塊錢的自助餐 我第一天晚上去吃那個自助餐的感覺 這種店看起來也沒什麼人 15塊錢怎麼吃的家具 後來第二天早上路過的時候看到 旅遊團十點半、十一點 一台一台的車都到 因為第二天的時候去張家街第二天是下雨的關係 我們也到第三天才是去天命散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因為那天下雨也沒地方就在酒店裡面躲雨 附近街道觀光走走 而且去吃了一個自助餐 中午的自助餐 影片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如果沒有看,稍微等一下 查一下我的影片就可以看到這東西 那基本上呢 看到遊覽車、一台車、一台車都在那個幼餐 那我想說那個店應該是有賺錢 旅遊團只要吃飽就好 它一克才15塊錢 那裡面的菜也不是只有一兩種 十幾種在你選擇 那一定吃得飽 我們自助餐15塊的自助餐 總共吃兩餐 好了,兩家不同的店 兩家的店 口感上都不一樣 口實話實講 有一家注重青菜 有一家就注重吃肉 那基本上在裡面吃到豬肉啊 雞肉啊 都一定會有 那青菜也會有 還不錯 好啦 那個第五盤 第五盤還剩兩塊肉 我把它吃了 那個現在我把窗戶打開了 外面的涼風進來 就感覺有點涼涼的在吃 我鍋就不會那麼悶了 繼續 給各位看 剩這兩塊 第五盤肉的最後兩塊 我們來吃一吃 之後我會找其他的 他的品項來吃給各位看 他這邊還有牛肉丸子 還有牛心 不過 對面的女主角 跟我說牛肉丸子這樣 我不知道意思是怎樣 是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還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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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應該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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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工作人員這兩位 在跟我們聊天 他們老闆人很好啦 年長者也是會聘用 我覺得像這樣的企業 我們要多多支持他 我建議各位有機會到長沙 尤其住在五一廣場的附近 可以考慮來這家餐廳用餐 說實在的他們湯頭上還OK 那肉品 聽他們員工講說早上大概八點就去採買 九點就送到這裡 我覺得這樣不錯 有新鮮的肉品 讓大家體格到新鮮的東西 新鮮的肉就是好吃 那你謝謝 謝謝 謝謝你 你要吃完 有的有的 感情不好做比較遠 是是是 一般都是情侶黨都會坐在一起 揉揉抱抱吃 我們不愛 我們就面對這條件 有的有的有的 我吃 好啊乾淨嘛 OK 美食推薦 美食推薦 剛剛吃了六盤那個 就像那個 汆燙的牛肉吃了六盤 要去拿東西 找其他的東西來吃 這邊的蝦丸子 一二三四四顆 剛剛那個阿姨推薦 你吃這個 看看蝦丸子 煮了之後再跟各位分享口感 還有剛剛說的牛頭皮 人家是豬頭皮 我們是牛頭皮 牛頭皮也拿了一份 外加呢 這是牛筋 牛筋我不知道是要穿到還是 這我等會就把它下去煮 等會也是一樣 分享口感 還有就是牛腥 這邊的品項 牛腥 他每份都用一點點 可能是要讓你品嘗吧 怕你拿太多吃不完 光盤運動是這邊 最好的一個行動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就拿夠吃的 還有這個魚片 其實這什麼魚我不曉得 等一下我燙一燙 大概就會知道 看起來我想應該有點像 不知道 好像又像羅灰 羅灰在台灣叫做無國魚 但是也有叫台灣雕 好大陸這邊 羅灰魚就是那大的 羅灰 但是看起來不太像 我等會他很像吃一下 以我對的魚的了解 好的 那我先來煮 煮完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口感 好的 首先來嘗試這個魚 魚是什麼 先吃一下 我真的吃不出它是什麼魚 基本上沒有土味 有魚的鮮甜味 吃起來口感很刺口 它的皮帶點Q勁 這到底是什麼魚啊 真的很好吃耶 這個魚片 就像女主角講的QQ的 看它還有彈性 好吃 嗯 你想問說這個魚 它的年齡有幾個月啊 我不曉得 真的很好吃 切得飽飽有小小的刺 吃到我口水都跑出來了 我的口水都有一點跑出來 還在煮其他的 等會再告訴我 應該不用等會 看起來應該熟了 那個牛頭皮跟牛筋 一起端上來 牛筋還有牛頭皮 不是這個 這是它的燙碗 燙碗喝不到 先吃那個牛筋 三點醬 這個牛筋啊 他們應該事先煮過 入口即化 感覺真的是入口即化不錯 感覺真的是入口即化不錯 來這邊也可以考慮吃一下這個牛筋 真的不錯 這個是牛頭皮 牛筋跟牛筋 牛筋跟牛頭皮都一樣好吃 不過 如果再配一點白雲筋 會更好 人生無所窮 美食美酒 在家美女的老婆 她在前面做她的臉書 我不管她我吃了 這是牛筋 轉過來一點點 牛頭皮 牛頭皮真的很好吃 各位好朋友 千萬不要做過它的牛頭皮 本來看起來不起眼的東西 我覺得 真的是美食 欸 牛頭皮上面有麵條 但是剛剛崔佳寧主角在煮 她在殯下鍋裡面給人家煮了一點麵條 好 感謝先前的網友 在網路上有PO到這間店 還有大眾點評上面也很多人提到這家店 當然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但是以好的居多 那憑心而論 你這個價格能吃到這些 或許對內地的人來講 物價上來講 是可能比較奢侈 但是對 住在台灣的我們來說 這個算是比較平價的 對 兩個人自由行 吃的方面 你也可以考慮 一人一碗那個 麵條 縮粉之類的 一個人十幾塊 一個人不到四十塊就花掉 你也可以考慮花一百多塊 有費用來吃 我指的是人民幣不是台幣 可是實際上 看個人的需求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有點類似人家所謂的窮遊 不是花很多錢 但是可以變有些享受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是跟團的話 跟團也有一般的也有高價的 資助都不一樣 那也可以有 無購物有購物 無智慧有智慧 那個都不一樣 其實理由 我說實在的是一分錢握過 不過 說實在近幾年 在大陸這邊 自從習近平整頓治安之後 確實給大陸的人 帶來怎麼樣 安全感 這個不可抹滅 我們自己來這邊 感覺自然真的改善很多 以前說實在如果十幾年天 晚上要在街上走的時候 有時候會提心吊完 現在完全可以放開 走在街上 就像昨天晚上 我到黃仙路那個不行街 到晚上十二點 人還是很多 但是畢竟還是有些不守規矩的 我也看到店家跟那個擺地攤的其中 那個影片我有錄下來 我在考慮要不要PO 我自己思考看看 我覺得那個是有點負面的 難免一定會起爭執 在台灣也是遇到會起爭執的 不過大家退一步 退一步 或許這世界整個社會比較和諧 說實在的 好與壞都心中 好與壞 世事好壞 隨你的思想而定 這是莎士比亞 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好啦 這個影片呢 好像還有 丸子還有 那個牛心還沒煮給各位看 其實它還有很多菜品 我無法一一的做介紹 為什麼 因為 有點年紀 實量不是那麼大 那我現在就把牛心 還有 剛剛那個蝦瓦 下去煮 煮完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口感 就期盼等一下 我煮完之後再跟各位 分享這一段 我先把影片稍微停一下 另外後面再煮完之後 再繼續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 經過了七七 四十六個小時 不 七七四十九個小時之後 終於把丸子 還有 牛心給熟了 吃給大家看 好不好吃 要先吃牛心呢 還是要先吃蝦丸子呢 你猶豫 你猶豫 我也猶豫啊 你看片 可以告訴我嗎 我先吃牛心好了 如果 我這樣的吃法 有錯誤 你可以 糾正我 我會不介意的 因為我覺得 會看我影片的 都是我的朋友 先吃這個牛心 還可以 如果你怕那個 有味道的話 這牛心是沒有味道的 可能是我沾了 酒啊 還有那個 蒜 我再加一點 那個 老抽還有薑汁 這邊它薑汁不叫做木薑 木薑吧 加了一點薑汁 還不錯 完全 沒有那個牛肉 有些人怕牛肉 可能會有味道 口感上還OK 沒有100分 也有95分 吃了兩片 牛心之後 我們來試這個 這是蝦子 蝦丸子 聽說在煮蝦子 那個丸子之類 丟到鍋裡 煮一煮 它湖上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最好 可以嘗美食的時候 趁現在還沒有涼之前 我吃吃看 我看就是不沾醬 好吃耶 這個完全那個口感 很像我們在台灣 吃那個自助餐 它有時候那個 醬啊 用那個黑黑的一條 我也不知道 類似竹子那樣 塑料做的 就刮一塊 一塊再去煮的那個 花枝丸啊 蝦丸子那種 那種 那種薑啊 口感一樣 口感 這口裡面我吃 至少有三隻蝦子 我的感覺 蝦肉是存在的 真的 就是另外一顆 有看到那個蝦肉 是存在的 好吃 可是 可惜就是 它一旁 會有四分 你要多跑幾次 這邊 跑到那邊 大概要 跑百米的速度 開玩笑的 一般走過去 他這個工作人員 隨時補 不會像 有的次數上 他不補 這邊給我感覺 可能先是平日啊 下次我不知道 他補的速度 怪不怪 但是對我而言 我覺得 去看東西都有 沒有說缺 總共拿了 牛頭皮 牛的 牛腱 牛筋啊 我家 牛腥 還有那個 蝦丸子 這四樣子 四個字 非常好吃 可能我這個人 比較容易滿足 不過說實在的 除了那種肉品以外 最近這個東西 我看那個網路上 有人評價不正 但是我告訴你 有改善 我只告訴你 有改善 好啦 繼續 繼續喝著 喝著 好酒 外加美食 繼續享受我的人生 好的 那個 吃到尾聲了 大概 要吃這個 大概那個 沒有 還沒要走 可以留到這個 沒有啊 就影片 跟他說我吃飽 女豬腳以為要走了 其實我們到現在 用餐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 他今天用餐 可以講 可以講 不過我也大概吃飽 最後就一些放後水果 我選擇了 哈密瓜 和西瓜 剛剛先前拿的 三片西瓜 確實很好吃 所以我再選他西瓜 先吃西瓜 再吃哈密瓜 因為 因為 大陸這邊 內地這邊的 哈密瓜 他們用從 新疆那裡帶過來 確實質量 不錯 不過 我想說 他們現在那邊的天氣還是很冷 其實哈密瓜怎麼來 我就不清楚 前兩天 這張家界 溫度還有達到十度以下 不過說實在的 你只要穿這個 這個 浴寒的一件 裡面再加一件內衣 下個 厚一點的外套 那就OK了 其實也不用太厚 很像薄的雨 或者是OK 我建議 如果最近要來張家界 到展上這一帶玩的好朋友 衣服不要像我們先前看的話 溫度十三度 十四度 準備了很多 比較遇寒的衣服 結果發覺 我帶了三件衛生褲 都用你的 行李 台語講的 雞蛋 多重的 那 因為像這種衣服 如果看我這幾天常穿 我說實在的 我總共帶了 函這一件 四件 實際上 我選擇的酒店 我們選擇的酒店 都有洗衣房的一個服務 所以說我們每天呢 回去就把衣服洗一洗 大概洗衣服加烘衣服的時間呢 會花會一點時間 但是回到酒店裡面什麼事 頂多是上門看看東西啊 直接到去把衣服拿 洗完之後烘乾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 大部分都有烘乾設備 不要烘到太乾 因為烘太乾 但是衣服會鎖水 那烘到差不多 待會房間內 用衣架吊起來 放一個晚上 絕對都可以 好啦 這支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DJ阿中 喜歡 胡搞亂搞 到處旅遊 走走看看 把生活趨勢錄下來 的一個DJ阿中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麻煩幫我訂閱 以及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及按讚 那我們 後會有機會